潘兆聰 好報在線 生日快樂 人日快樂 今天就是大連初七的好報在線 今天依然有幾位主持何芳 子羽 卡爾 我們現在忘記做什麼了 好慘 我班都要掛名牌 今天會跟我們報告一下四大原學家 他們如何預測雞年運程 好 來到馬 昨天如果有聽的話 大家都知道蘇生寫蛇寫得很短 但是他寫馬也寫得很長 因為馬是很長的 對 馬是很長的 馬不是夠長的 你們有沒有見過 我真的見過 我叫斑馬 因為我去台灣的動物園 然後無無端端有隻斑馬 走著走著 他自己拿出來 看著他長出來 哇 真是看得很長 屬馬的人去年就是逆馬年 這個影響會去到今年的上半年 外出的機會仍然很多 而今年紅聯桃花年 有分嫁的機會 如果你沒有拍拖的話 代表容易發展一段新的感情 今年也是太歲雙破月 不是年是月 是非比以往多很多 遠離少人就可以了 不用擔心的 今年馬年是財運年 馬人財運是最好的 這麼多生肖裡面 單身和已婚的人 都可以起一個積極正面的作用 這個財運 挺好的 吉星有紅聯桃花星 就是剛才提到的 人緣會很好 人際關係會比以前好一點 福星福德還有這兩顆星 雖然是普通力量的貴人星 但也有某程度的幫助 還有一顆天德 鳳凶化吉 額雲的 謝謝 額雲的 額雲的 就是這個咸詞 之前也經常講的咸詞 大家想知道咸詞的原因 就聽回之前那些 我先講一點 原來要小心 因為要小心 今年馬人會有一些霧水情緣 易聚易散 最後一顆空星就是捲舌 很容易吵架 就是這樣 好了 輪到李居明 李居明 我昨天也說過 很像那個蛇 不知為何 很像零零的蛇 但也不差 基本上有兩大吉星 剛才所講的 太陰和紅聯 紅聯聲動 就是紅聯 就是婚姻星 基本上是夫妻和合 如果紅聯加上太陰 異星相會 桃花爆燈 癮緣成熟 可以談婚論嫁 今年因為馬人應該要愛情作主導 基本上做事就不要想了 只要朋友多 靜靜的生活也好 其他人也不在乎 這麼厲害 基本上 輪到說天廚 又是天廚 又是吃東西 對 所以又是吃東西 所以說 昨天蛇年 你說吃東西的 其實真的是老懶的吃東西 可能是 事而世逆 以前人家是吃東西 爆腹之肉 現在吃東西就去到 飽亂私淫肉 命功方面有陸神和天廚 八字上面 男性妻就是財 娶妻就是等法財 基本上 即是要結婚 說明是紅亂 所以結婚就發達了 基本上是旺夫的 今年馬人的收入應該是理想的 所以基本上 你搞姻緣 基本上收入是沒問題的 也有口福食神 經常品嘗美食 這一年馬人是逍遙快活的 那你其他凡族世務士 基本上是不用怎麼做事的 基本上是因為容易風花雪月 因為你太過什麼了 太過享受人生 太過享受人生 今早就有今早聚了 其他去玩樂就不用說了 沒什麼空聲 只顧著玩 但是想說健康方面 其他都跳過了 因為什麼都好 但健康方面小心一點 因為今年桃花過城 馬連桃花過城 小心子宮尿道 前列善丟毛病 真的吃的 用了太多 桃花過城 他講得明白 年長的馬人尤其小心 又生於三零年 說真的三零年你就真的小心一點 可象風 可象風 五四年 但是九零年也有 屬於高危 西曆八月和十二月是西曆的 最受衝擊 出門和駕駛 所以你就要分外小心 馬人愛社交 所以經常出出入立 就儀量設計夜生活 和暴飲暴食 經常運動是會令你健康好一點的 尤其八傷血 除了床上運動之外 好了 零零之話說 屬馬的朋友 屬於武衝武俠的一年 雖然比較平穩 亦都說 今年人緣暢旺 有良海人際關係 會帶動事業 什麼事比會好一點 文職就有升職加升的機會 有文職 特別是公務員 從事行政管理者 比較有利 這兩方面是OK的 因緣那方面 真是紅亂聲動 考慮可以跟另一半 共鞋連理 單身的人 可以遇到合眼緣的對象 魅力太厲害了 異性超厲害 這麼厲害 超厲害 容易遇上短暫 鏡花歲月的感情 所以一定要用時間觀察 如果你是已婚 或者有穩斷感情的時候 不要對人太熱情 我爸爸 我爸爸是馬 你媽媽 那你媽媽會擔心一點 含入糾纏不清的三角戀 可能有新爸爸 不是新媽媽 空聲方面 因為有捲舌 今次有口舌的是非 不要強出頭 有狡煞 即是轉身工的時候 一定要先持下職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有兩難的局面 就會產生 亦都要留意一下 家裡的長輩健康 要留意一下 我爸爸都沒有長輩 總體來說 整年的總括來說 最重要是馬 最重要是不要亂搞事 亂搞事 亂搞事就影響你全部 跟我們相似 但是他說了一件事 就是馬的偏才是較好的 財運最好 你只要打一個黃水晶 更加好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那天命是否這樣說 天命跟你說的 雙衝 首先 屬馬的人今年 吉星和空星都一半一半 每樣都有四條 紅聯要補充 除了跟因緣有關 亦都是跟人緣有關 假如你屬馬 又從事這個 跟人經常接觸的行業 例如理財顧問 銷售員 今年的工作會特別順利 另外 馬不是偏才 今年天德是正才 多勞多得 打工仔 即是偏又有正又有 他說他投資賭博 沒有特殊效力 是啊 一定是正才 爸爸 我相信天命是不喜歡人家賭錢 是嗎 是啊 柔翼和 剛才你說的父母有問題 是叫披馬 要大效 即是你要多關注父母和長輩健康 否則以免出現缺別之憂 即是你爺爺 兩個都過世了 爺爺媽 柔翼補充翻 沒有提過 柔翼主於災禍和突變 巴薩 失敗機 天命也是奉勸 哈哈 很喜歡這個 對 很親和 很親和 即是你寫博那些叫小編提理 有天命提理 非常好 天命也是奉勸 如果你查到他的書是混藥的話 千萬不要墮入桃花陣 只是拿來煩 即是可以不用走桃花了 如果混藥 如果是 你過去砍桃花 至於混藥 對 你看一下表 那再一條先 沒有 最後最後了 最後難言 不是啊 美爾 最後 還贏 羊都很少蝙蝠 去年就是桃花生肖 但今年的影響力都可以去到上半年的 今年的上半年 連依然都會有桃花的影響 叫一些單身的人不要興奮 把握上半年最後半年的時候 也是思想學習頭之年 但這個有補充 就是今年記住要去寄養熟陽的人 做人要不斷進步 進步就是推步 謝謝 所以要記住要學多東西 有心度 然後吉星有八座 有座提升這個地位 空星呢 你這次真的慘了 披頭 越殺 吊客 炮尾 寡宿 天狗 但這些全部影響都不大 不需要理會 你不要說了 握一下他們 完了 是嗎 楊日很短 你覺得好還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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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般 不覺得好一般 沒有說好還是不好 好一般 輪到我了 居明 居明告訴你 今年的命功是暗綠紅艷兩個吉星 也有偏財運 跟你剛剛所說的尾 我覺得有些偏差 這個新潮就是追隨你之前的新潮來講 他有偏財運 他是不是退了一份稿子 按了一個空間 指這個收藏儲備起來的財庫 不會容易被人發覺 財運非常好 紅艷也是一個愛情星 感情生活就是理想 幸福滿載 真的不同 對 跟你們都很不同 人才呢 今天是財源滾滾 生活豐盛 可以繼續按理想的事情發生 磨葛之休 輕鬆自在 非常之好 他不是沒有空星的 也有 不過因為楊年 他說楊的人 經常都杯弓蛇影 船頭驚鬼 船尾驚賊 其實 不需要那麼害怕 因為你害怕 就令到自己的運勢轉低 基本上 要你什麼都不怕 努力創造 其他東西都會增長 沒有問題 好了 愛情方面 剛剛說了 其實就是愛情星 感情生活是理想的 健康方面 就要小心一點 不要經常風花雪月 不要經常夜生活 節約飲食 其實這些都是人應該 不應該這樣做的 工作方面 要減壓 不要經常工作 特別要小心一件事 就是腿部 這件事比較少說了 腿部 小心走路的健康 即是腳可能會有事 可能會 心臟、血管 說得很清楚 腿、心臟、血管 這三件事 熟羊的人就要小心一點 我媽 他要小心一點 有沒有這些事件發生過 他經常都 他真的很害怕 是嗎 我媽是超級蛇龜的人 因為有你的存在 不會不會 我幫他撞膽 OKOK 就是這樣 好了 玲玲是怎樣呢 她說了 今年羊沒有任何的吉星進駐 所以什麼都要獨行獨斷 就是什麼事 因為沒有貴人幫他 唯有自己做完 所以要有心理準備 準備一個很奔波勞的一年 雖然是這樣 但是事業運也是穩定的 處事方面 要努力一點就可以了 當自己什麼 當一年是栽種期 可以報讀一些關於工作的事 即是工聯會那些 對啦 工聯會那些 學一下打字 她說過工聯會 他栽種期 好了 也有一個空聲的天狗 厲害 會遇上一些小意外 或小驚嚇 就是跟他們說一些 哎呀 這樣說 不適宜參加那些攀山 爬石 潛水 跳上高位工作就不好了 有一個空聲的吊客 吊客 說正吊客 會衝擊家宅運 要關心一下家中的長輩健康 是 現在他叫寡宿 寡宿的姻緣差一點 容易加倍 倍感孤單 你要多倍一點 對 有伴侶的時候也難以溝通 有一個很棒 第一次聽 披頭 剛才說了 對 反反嘛 這代表什麼 代表你不要亂轉形象 因為人們容易接受不到 唷 不容易接受到 我每年都會披頭 你是羊嗎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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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想說你的樣子 都不聰明 對 今年整體來說 最好是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態 遇到困難的時候 最好是穩定的 沉澱一下 可以裝備一下自己 今年 帶些銅製的寵物 鎮壓就會好一點 就是什麼叫頂 不是什麼叫頂 或者多些帽子 那些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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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比較好一點 大概是這樣 好 這個厲害 怎樣 我發現了這本 天明師傅的書 首次發現了兩點 是copy and paste copy and paste什麼 他除了兔年和陽年 兔和羊不同 跟加多多的豆豪 真的一模一樣 對 第一點是這樣 真的 態度勇於面對 有相似的 有相似的 對 加多豆豪 對 對 對 第二點 就是上次剛剛說馬 披麻那裡 要多加注意長輩和父母 避免決變 在這裡 又出現一次 人家的聲音 就是 我補充一些有用的資訊 好 那這個陽年沒有吉星怎麼想呢 嗯 自己加粒 滑 對 那聲有兩個字 是吊著去的 原來真的很嚴重 不是說怎樣化解就可以了 那陽印 陽印這個呢 天命在供忠谷你陽印星出現的話 就是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富貴而嬌自為其咎 功遂身退天之道 哦 即是不要那麼主動 你有得手 煮手不要煮功 另外一樣 寡叔 寡叔我剛才說情緒有問題 但是他教你怎樣不要轉牛作尖 是 就是想自己平靜心境去面對一切 是 那最後一樣最嚴重的 是 你聽見熊焰這個名字 想著 好東西的嘛 不是 是什麼 是惡性的桃花星 哎呀 爛桃花 是的 熊焰影響之下 男性建議施簽的機會特別高 女兒就會容易惹上屠色緋聞是非 導致煩惱非常 是 結婚和有伴侶尤其小心 單身者也不如輕率投入感情關係 哎呀 慘了 哎呀 糟糕了 這面釀成悲劇 嘩 我發現他有些字體的 這個釣客是釣著釣的 但是他的釣是憑釣的 不知道誰是對的 可能是雙通的 我學到很多東西看這些書 我懂得用字 好了最後了 最後了 屬於什麼 屬侯 去年就犯太歲了 蘇先生說 今年上半年依然會受影響 已經結婚的人 又或者正在懷孕的人 都叫做好 因為一起黨三災 但是沒有的話就小心 可能會被負面情緒影響 尤其是農曆七月的時候 不是七月的時候 是農曆七月之前 都會受很多負面情緒影響到你 所以我非常建議大家 在農曆七月的時候 不如去過旅行 全身 單身的人 上半年依然可以積極主動 去追小孩 追女孩 這樣 而上半年 這個說得很仔細 不知道要怎樣說愛情 在後年這個 女性的喉女 在農曆五月和六月 是最重桃花的 五六年的時候可以去追小孩 然後男性的喉仔 就是農曆三月和四月 可以出去搏殺一下 今年是你們的辛苦個人力量得才年 說了三次 辛苦點做事 不斷說 吉星有八月 不是蜜月 蜜月 蜜月不是道蜜月的蜜月 是陌生的蜜 超越的月 有助地位提升 對上班一族來說是有幫助 空星有天官符 口是是非 人是不和 然後還有一個病符 小疾病 小疾病 不需要擔心 然後還有一個叫亡神的空星 代表是會不見事 大家要小心一點 多次的錢包 好 輪到居民了 我又是跟你很不同 我又是讚得不得了 打架 我也是很差的 你們兩個是朋友 一起在星星 今年是太陽星出現 太陽也出現過多次 我們經常說 太陽也出現不得了 這個星招來活力充沛 魅力無窮 能消除一輩子晦氣 助長愛情 事業都是很旺的 也有咸詞 也說了多次 弄得我已經很熟 看到什麼星已經知道什麼事了 今年有咸詞的原因 猴年的人桃花處處開 未婚的猴人結婚同居什麼都可以 人緣甚廣 大受歡迎 生活多姿多彩 這樣不會 他都說好不得了 跟你真的很不同 空星說得不得了 只有天空和晦氣 跟你剛剛所說的 真的開玩笑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 查不到還是搞錯了 查不到 就算也不如 查不到 所以空星的晦氣 那天空是什麼 太陽 太陽高照 由於太陽高照 所有晦氣都可以驅散 今年猴人發展勢如破竹 愛情事業均可攀治人生的另一個高峰 很厲害 最重要的是什麼 這個真的很好 很棒 最重要的是什麼 挑戰並不多 猴人不費吹灰之力已經大獲全勝 哇 真的厲害得不得了 今年好像有西游看 聯賽一 大家看看西游 我們說一起去看 愛情運方面 剛剛講的 鹹池入了太陽 非常不得了 還是小心 桃花過城 永遠都是寫這件事 桃花過城 可以在身體方面 小心子宮尿道 他也要補充一點 例如哪些方面 皮膚過敏 所以除了皮膚之外 都是口血蕉油的 這個很少的 主要是皮膚 一個差一個就好了 玲玲又跌回差了 因為受本命年的影響 較為反復 起伏不定 還要受衝擊 容易分手離合 最好這年屬於重新出發一年 要再重新出發 再加拿試 但人際關係是不錯的 工作上可能有輕微的星牽雲 好了 因為太少吉星 所以沒有任何吉星 咧玲玲 。 相反 但凶性也有很多 非北約 你們一齊扯 限度有新環境 人事變化 貧貝的競爭會較大 所以一定要調整一下個人心態 努力才行 有病符 較少的毛病 例如傷風感冒一定會有 謝謝 練習了最後一兩次 最重要是會很容易受到壓力影響 影響到睡眠質素 應該平衡一下自己的工作 會比較好 有一個叫亡神 死亡是亡 亡神有家宅的衝擊 也要留意長輩的健康 可以做裝修就會好一點 伊蓮剛才說過有一個什麼期 今年屬於喉的什麼期 就是一個修復期 修復期就是可以想想自己 去年重新做的東西 今年拿回來 慢慢拿回來 一步步去 因為較為平穩的 又不會太大運呢 又沒有的 好了 最後了 我發現了兩樣東西 又發現什麼呢 對 外面正在圈 包括那四位師傅 完全是跟我們聚述的次序 由本命年開始寫的 因為我發覺越寫越寫 不是氣的 即是寫雞年先 寫得多而已 因為我已經第二次發現 copy and paste 另外發現了玲玲姐 她真的比較淺白 同樣是墨月星 本來是墨言回首的墨 她寫過錢很多 每次都是錯的 不同的 不同的字 不錯 別說錯 那些字是不同的 可能是古人和現代人用的字不一樣 即是現代人的生活節奏繁複 不要寫這樣 好了 我先補充一些實用的東西 今年表面好像看起來 沒有一顆Gustin 但是天命告訴你 其實有一顆 但是這個叫墨月 但是她是助益不大 她的效力只是一般 所以她沒有獨立寫出來 幾近可有可無 所以免得寫難 另外一樣要提一提就是病符 病符除了身體病痛之外 這顆聲音是充滿淚氣 凡是困難的 就會招惹是非麻煩 無端之會在金錢上的損失 要化解減輕這個空性的破壞力 今年盡量未免探病問喪的事 否則唯恐更有助病符的威力 也有一個留下 即是她探病的時候不小心惹了病 是啊 小心婦女病 婦女病 那今年猴也真的挺不好的 對 猴也挺不好的 病痛多 得理好了 三對一我們相信誰 李居明 我發覺李居明有沒有少許時間 我可以說一下 好笑 雞年她又踢了十八大禁忌 但每個禁忌我都想 不是很笑 不應該笑她 但她寫得很有趣 快說 年初一就不要吃粥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二焦糖尿病 對的 年初一是全年的第一天 因為未來開始可以吃清淡一點 但是千萬不要吃粥 年初二就正常了 另一件事就是說一下什麼 見到Lammo暴露或四級片 股市樓市都必升 就是經濟和女性的群長群短成反比例 穿得越短 經濟越好 還是這個說流出 如果無端之有Lammo流出 十八大禁忌 可能是 另一件事我抽來講 挺有趣的 因為可能經常會做的 寄去泰國買棉花大象 沒有啊 沒有買棉花沒有買大象 如果家中有大象公仔的飾物呢 我有啊 大象臂向下 代表男主人不舉欠防線 哎呀 板著他放了 還好我長期向上 長期 你不說我聽影像上來 我覺得這個十八大已經可以令你衝去買這本書 因為挺有趣的 不要坐背部不靠椅背的司機的的士 如果的士駕駛向前駛 你這樣駕駛 上半年的的士都要控制小心司機 即是說他有事 如果駕駛的士的人 記得捉住他來駕駛 如果不捉住 上半年一定出車 差不多去到的 平時坐車也是 如果那些人駛前駛駛 那些人是比較害怕的 你不知為何那些人駛駛很害怕的 有關你的事 常常飛 住酒店的單人床 不能放兩個橫枕 即是打橫枕頭 睡覺的時候 將其中一個打直放 或者將左手放成青龍枕 放在左手邊 放在左手邊 放在右手邊就是白褲 放在左手邊 我先說這些 我知道時間緊的 很好笑 我們是不是有一集要講師傅的事 我覺得可以講一集要講 真的很有趣 還有一個 讀書也很好笑 不是啊他說去年預言齊恩影響CY淨圖 哇 哎呀 很厲害 問上年有沒有亂看 有沒有想法 有沒有這樣說過 真的有的 好像有 不知道 你們上年讀過的 在外面 在舊公司可能 喂 師傅 不如我約你做訪問吧 好啊 李鞠明師傅 只問他十八大 我覺得李鞠明師傅跟你們各個不同 然後他又有些有趣的 挺有趣的 我覺得你們那些是有興趣的 蘇生的那本 你好你們一起看 如果大家記得上次訪問過師傅 他叫你要買什麼 要買鴿蠻 是啊 家裡要放鴿蠻 家裡要放鴿蠻 還有放花瓶 最近我家裡有過鴿蠻 是嗎 哇 抽獎重回來 是交的 要用密碼才能開到 好啊 李鞠明師傅 我約你再做訪問好嗎 好 可以吧 答應吧 可以吧 去西江戲院找他 沒錯 好啊 這就過了一個星期了 好了 我們就棄了一個星期了 騙了一個星期了 明天我們的澳門團 真的要改運 請好東西回來 報了團的朋友 我們明天在澳門見 星期一回來就正常回來 好嗎 恐怖在線 星期一晚我們遇上繼續跟大家說聲 恭喜發財 謝謝 再見 再見 拜拜 再見 再見 30 不